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15号的台股最前线 今天是礼拜天 我相信其实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了 美中贸易谈判的一个部分 在这个礼拜五的晚上 它正式达成了第一阶段的一个协议 但在这样的一个协议达成之后 因为刚好遇到礼拜六礼拜天 所以我相信大家应该没有看到太多 有关于这个协议达成之后 对于全球股市 乃至于台北股市的一个影响 但是可以预期的是在于 到了礼拜一的时候 我想不论说是财经媒体也好 或者是分析同业也好 都会用一种超级大力多这样的一个角度 来跟大家解读这一次协议达成的一个状况 那会讲什么 大概其实也都可以去做预期 包括可能会有人告诉你说 12682这个台北股市的一个历史高点 应该会在很快的时间当中去做突破 或者是有人告诉你说 这个行情会一路涨到圣诞节前后 他才会去做结束 但是夏老师反而要提醒大家 你千万不要被 如果说在礼拜一的时候 刚好真的盘面都有这些言论的话 你千万不要被这些言论冲昏头了 然后就急急忙忙的跳进场中 然后去做乱买股票的动作 那之所以会特别去提醒大家这件事情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于说 这个行情相较于这个行情 会做多头续工这样的一个走势 我反而个人比较偏向 我认为台北股市 它会有一个短线利多出进的一个机会 那之所以会这样的讲 其实不是要去泼大家冷水 我知道大家可能都期待 这个行情能够很快的再创波段新高 但实际上你从过去这两天 不论说是台北股市的一个角度也好 或者是美国股市的一个角度也好 其实都有看到一种所谓的多头出货 这样子的一个迹象存在 那首先我们可以先从这个台北股市的一个角度 先做观察 我相信在礼拜四晚上 如果你有看下午市节目的观众朋友 当天其实我们有跟大家谈到 我记得那一天没错的话 指数是上涨了135点 但上涨135点的状况之下 反而发现了这个上涨的一个加速 跟下跌的一个加速来做比较的话 上涨的加速其实还稍微少一点 对不对 但是到了礼拜五 你可以看到指数 它是再度改写整个波段的新高 是涨了这个91点 是再创整个波段新高的一个走势 但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个 下跌加速比上涨加速来得多这件事情 它不仅仅没有去做趋缓 甚至有那个逐步二化的一个状况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上市的一个指数 对不对 上市的指数在礼拜五的时候 上涨的加速有395加 下跌的加速有560加 这个已经出现了 比较明显的一个差异了 然后到了这个贵买指数的部分 也就是中小型个股的一个代表 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差异更严重 上涨的加速有254加 下跌的加速 它却高达了596加 而且在台股创新高的同时 贵买指数 它反而是呈现了开高之后走低 最终收黑这样的一个表现 我想在指数创高的一个过程里面 会出现这种下跌加速比上涨加速多 而且不是只有一天 它是连续两天都是 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它其实告诉你一个现象 就是盘面 它的确是会有阻力出货 这样子的一个迹象存在 当然大家可以把它当作是 在这个所谓的贸易协定达成之前 市场想要先做退场观望的一个卖压 但实际上如果说你从这一次的一个 美中的一个协议来看的话 我说真的 它其实并没有说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利多 怎么讲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在这一次美中的一个第一阶段的一个协议 它到底达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当然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只知道 结论是有达成协议 但是结果是什么可能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稍微看了一下 川普他对现有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还是维持加征25%的关税 对于价值12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税率从15%降到7.5% 这个是在今年的9月1号 开始去做课征的一个关税 那当然最主要就是12月15号 原本要针对这个消费性电子产品 包括手机包括NB 大概1600亿美元的一个商品 要课征关税 这件事情他是暂时去做搁置 那也没有说取消嘛 就是反正这件事情先不谈嘛 那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你可以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是从9月1号开始去做加征的 那他有没有完全税率归零 也没有嘛 他就是大概减半 但是最大比的金额 你看这2500这里1200 原本12月15号要课征的是1600亿 也就是最大金额的那个关税 他还是维持25% 所以以这件事情来看 简单来讲 他不能够用一个利多来做解读 他就是回到原本在 应该说是12月15号之前 就是在我们这个礼拜之前 市场大致的状况 然后税率的部分 从9月1号税率的部分 他是的砍半去做一个课征 那但是这样的一个消息 他足不足以带动全球股市 大幅度向上做走高 我想在这个礼拜 其实往上拉抬的幅度 他其实已经反映了这件事情 也就是9月1号 他的一个税率减半的 这样子一个利多 所以你回过头来 你会发现就是说 你对于这个 美国股市的一个角度来看 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协议他不是在美股收完盘之后 他才达成 他是在美股开盘左右没多久 他就达成这样子一个协议的状况之下 其实美国股市 他是有去反映这样子一个消息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道琼、NASDAQ、S&P500 虽然最终都是呈现了一个小幅度的上涨 但是那个幅度其实有涨跟没有涨 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过去涨的比较多的费成半导体 他反而出现了回跌0.6% 所以这个部分你就可以理解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会谈到说 包括了美股 包括了台股 他都有那种短线利多出镜的一个味道存在 台股是你看到很多中小型的股票 被主力刚好逢高去做一些调节 美股的部分 事实上如果我们进一步去看他的走势图的话 你会发现他是冲高之后掉下来 所以市场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应 我想其实都反应在 对于台股来讲就是345这三天 那对于美股来讲就是234这三天的时间里面 他们都已经去做了反应 再加上说 其实你可以发现 我们刚刚有特别谈到 这一次的一个美中协议 它是在美股的盘中去做完成的 那美股的盘中 它其实也代表的是台指期盘后的一个盘中 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件事情出来之后 台指期它不仅仅没有往上做走高 它最终还是呈现了下跌44点 这个也是我们在今天的一个节目里面 会特别去提醒大家 我知道讲多 大家会觉得比较开心 那但是我想我们秉持我们一贯的原则 就是我们看到什么样的现象 我们就是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因此对于台北股市而言呢 我是认为就是说 当然你不用把它当作是一个利空的转折来看 但是短线上面利多出进这样的一个走势的时候 它就会造成短线上面台北股市 它会有回测的一个机会 所以从技术面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想我们在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稍微谈一下 在礼拜一的时候 你要留意哪一些重点 当然你从画面当中的一个线形来看 因为礼拜五的那个大盘的一个K线是一根十字线 对不对 然后成交量其实又放的比较大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应该这样子讲 这一根大量当时是因为MSCI季度调整生效 它所造成的 但是你以正常状况来看的话 这个是整个波段以来的最大量 也就是说当下个礼拜 如果说礼拜一是呈现跳空开低 而且是开盘就跌破11913 而且最终收盘 它还是没有办法回到这个价格之上的话 它就会形成一个状况 就是左边跟右边 它都同时会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缺口 那这个缺口呢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在K线形态里面 有些人把它称之为叫做夜星十字反转 但是不论叫什么名字 其实我觉得这个倒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于 当你如果说是一个往下跳空的话 那你这里的1700亿的一个成交量 它都会成为短线上面的一个套牢量 那一旦成为套牢量 你要直接再往上去做公高 它的难度上面就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们只是要提醒大家这件事情就是 短线上面它会有利多出进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如果是一个开低的话 而且收盘它没有站上11913的话 它就会进入三到五天的一个回撤时间里面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 一旦进入到回撤时间当中 当然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比较弱势的个股 你还是要比较积极去做一些调整 因为我们过去其实也跟大家谈过 你不要赚了指数但是却赔了价差 所以一些弱势的股票我想该调整还是要调整 不是因为指数在波段新高 你就觉得说反正我再等等看 我觉得同样的一个逻辑你可以去思考 就是如果说当指数都已经创下波段新高 你的股价还在破底的时候 那一旦当指数开始出现回答 你手上的个股它会跌得更严重 这个部分我们要请大家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行情 我们还是要先跟大家讲 虽然有些人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倒撞的反转 但是以目前的整体基本面的状况来看的话 我们只把它定义成是一个涨多之后的回答 也就是这一波的一个回答 我认为幅度上面应该不会太深 最差最差的状况应该是测到月均线 也大概就是11600点左右的一个情形 所以把资金抽出来之后 接下来这个行情假设 它先走第一波是三天的一个回答的话 接近到礼拜二礼拜三 有低点我觉得那个地方反而是你要去 找一些直优的个股来做一个切入 所以这个行情很简单 原则上我们把结论再稍微跟大家谈一下 就是说这个行情 虽然说美中贸易的这个谈判已经协定已经过了 但是大家要特别留意 这个行情会不会是一个短线利多的出境 那只要这个行情在礼拜一开低 然后有跌破11913 而且收盘都没有占回到11913的话 这个是一个短线上面转折的讯号 它会有三到五天的一个回测时间 但这个不是导撞反转 它这个是一个多头的回导 所以打回来你还是要找好的个股来做一个切入 这个部分是我们对于下个礼拜航行的一个预期跟观察 那你说老师那万一继续往上走呢 继续往上走 其实这个也不用我讲嘛 这个行情你就自己应该会做 那我们只是要提醒各位就是 出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你不要急着在第一时间去做切入持股的动作 因为你可能会短套在一个短线上面的一个高档 这个部分就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但是我们刚刚其实也谈到嘛 有一些个股你要去做积极的调整 有一些个股你可能要峰回的时候 去找那个买点切入的时间点 那至于说有哪一些个股 它符合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在讲这些个股之前 我们还是要麻烦大家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夏老师台股最前线频道的投资朋友 麻烦在你看的影片下方这个位置 帮我们按一下订阅 同时多透过分享的功能 把我们节目分享出去 这个部分就请大家能够多加来做帮忙 那同时呢 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 所以大概不会所有的股票 其实都有都有讲到 那如果你手上有持股上面的一个问题 想知道夏老师的一个意见 或者说是你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操作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也可以透过加入夏老师台股最前线的一个lighter 来跟我们的小编 或者是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询问 到底要怎么去加入 或者是你手上的持股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加入的方式 你可以输入lighted小鼠NA1 2953i 或者是扫描画面当中你所看到的这个QR Code 都可以加入到台股最前线lighter的一个好友家族里面 如果说不方便或者是不会加的投资朋友 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 02-8101-0630 02-8101-0630 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操作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透过这两种方式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好那接下来呢我想我们就来谈一些 我认为你可能要比较积极做调整的一些个股的方面 那首先我们在应该是在两三应该也是在礼拜四 或者礼拜三的节目里面 当时我们有跟大家谈到有关于PCB这一块 对不对 当时我们我们举的例子应该是3037的一个新星 那你可以看到新星的一个部分 你看指数创下新高 但是它的股价却是没有涨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股价现行上面比较弱势 那我们只能够这样子讲就是说 这种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明显头部的一个股票 实际上不仅仅是这个新星这一档个股 画得不太准 应该是要画这一条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 颈线的一个位置其实一直有在做回撤的状况之下 它是一个大概将近四个月左右的一个大型的头部 所以这个股价当然是偏向弱势的 偶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有一档PCB个股 我觉得是加入到这种做投 而且是投信开始结账这样子的概念 这两个股是2313的一个滑通 那滑通的部分 当然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当中有一条红色直线 就这一条 这条红色直线是它的上升趋势线 那上升趋势线我们之前是连接前面两波的一个低点 它所构成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当时的一个价格 2313的一个滑通 因为我们抓K线图 大概都只有抓到这个所谓的一个季线的一个位置 但是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这一根这一根所谓的一个趋势线的部分 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它是从8月6号 当时的低点24.55开始 然后连接到9月27号的一个低点 然后沿路上来 对不对 好这你可以发现 从9月27号到这个12月12号这个过程里面 它大概有两个半月左右的时间 它其实是没有去跌破这个所谓上升趋势线的一个位置 但是在今天对不起 在礼拜五的时候 它是首度跌破了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价位 所以它是第一次破趋势 代表说它的趋势上面 它的确是开始有出现转折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部分 则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这两个股 它是属于投信结账的股票 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从11月14号开始 这个投信普遍来讲 它是站在了一个卖方的一个方向 我知道大家刚刚有看到了 永丰买了4375 国泰买了3311 这个张数其实也不少 但是你看它的一个成本 也就是说 当你的成本如果是开始呈现比较严重套牢的话 这个它不会是一个助力 它反而会变成是一个阻力 也就是说 当这些公司它反向去做停损的时候 它反而会有一个注跌的力道 这个部分我觉得这是我们不看买方最主要的原因 那实际上你如果说从 卖方 对不起 卖方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实际上你会发现卖超的力道比较大吧 包括统一卖超 6898张 元大卖了4997 日盛卖了3242 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它卖超的价格都在哪里 在这一排 大概就是48块钱到50块钱之间 所以等于等于是说在礼拜五的那一根黑黑棒 它其实已经有开始那种脱离法人成本这样子的一个意味存在 所以我是认为说这样的一个个股 它一旦反弹接近到法人成本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去做一个调节的操作 这个是有关于华通的部分 那另外有一档比较高价的PCB股票 它做的虽然说是铜箔基板 但是铜箔基板它其实都是运用在PCB上面 所以我觉得我们把它视为是PCB的一个个股 这两个股叫做6213的连帽 这两个股在礼拜五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一个 比较有那种转弱味道的意味存在的一个股票 怎么说呢 这两个股自从创新高170.5之后 你可以发现投信一路都是站在了一个卖超的一个方向 那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这个时间点是9月12号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从9月12号之后 连帽的部分到底投信都卖在什么样的价格 所以这个时间点拉得比较长 0912 所以0912的部分 9月12号到12月13 如果说我们以投信 外资我们就不看了 既然我们你要看外资也可以 但是就是加重你的压力而已 所以你看到这个部分 原大卖最多 2890张 永峰也卖2500 统一卖2500 赵峰卖2000 什么价格呢 他的卖出的价格 这个时候你就要看卖出的价格 就不是买借的价格了 在这个地方 145到148 大概就是145到150之间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还会不会来这个价格 我觉得难度上面比较高 但是你要知道说 这两个股它可能会跌到哪里 如果说我们以这一波的一个股价走势 对不起 我们把它换成那个线型 你会发现这个股票是两个头 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是170.5 打回来到142 然后弹起来之后再往下灌 然后断到这个地方之后 这是第二个头部 这个位置是128.5 这里是144.5 好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你可以就等幅测距来做计算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从170跌到142块 这里是跌到28块对不对 我如果破这个价格往下等幅测距 我应该到什么价格 到114块 然后如果说我们以这个小的 这个小的来看的话 128.5 弹到144.5 它是弹了16块 好 所以这里跌破之后应该是16块 所以是112.5 那不论说你从这样的一个测距来做计算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测距来做计算 它合理的价格都会来到这个价格区间 好 所以以这个状况来看 你看 它简单讲就是说 它为什么会有两个头部 就是我这里震荡整理 然后失败之后 但是我还是顶住 我没有让它一口气下去 我试图去做反弹 但是试图反弹过程里面 我又去破前波低点的时候 它其实告诉你就是反弹失败 就是意图要做的那个反弹是失败的 所以这个反弹失败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这个股价其实真的是比较偏向弱势 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个个股 包括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所谈过的 你还记得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讲3105的文貌 你说 你说 你说逆势奖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好处 对不对 但是我讲真的啦 就是我们看到什么我就跟你讲什么 而不是说为了要做生意 或者说为了要取悦你 然后我就特意跟你讲说 这股票你不用担心 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你要的吧 对不对 你要知道清楚的知道就是说 有一些股票砍掉没有关系 那就是你要用其他的股票把它补回来 但是你只要放着 你越拖你就会越被动 所以你看这个股票当时 我想我在节目当中我讲得很清楚嘛 就是谈到月季线 谈到季线位置可以走就走嘛 对不对 那至少到目前为止你会发现 我们的看法是对的 那后面要怎么做发展 他能不能够整理完之后 因为开始有投资朋友跟我说 可是老师你看 外资大买3679张 对没有错 那问题是这个就是只有一天而已嘛 那后面能不能够续买到时候再讲 那你说老师万一 万一这个地方他买一买 他真的底部打出来又上去怎么办 我说真的啦 如果说你持有这两个股 你当初如果是买在33340的 其实你合理来讲 你根本不是到这个位置 你才问说要不要停损吧 我这样讲没错吧 对不对 早就应该要处理的个股嘛 而不是拖到现在嘛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 就是之前我们跟大家所谈到的 就是你把时间拉得越长 你会越难去做抉择 因为就像我之前讲的啊 你说那股价跌了一大段 像前两天有人问我中欲啊 我特别看了一下 你说中欲有什么基本面的利空 其实没有 就是市场对于他们的那个 新药的规模 他那个原本好像是4亿到5亿美金吧 调降到3亿美金的规模 那推股就要连续两根跌停板 那有人来问我说 老师这个股票我该不该砍 我说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建议你 因为以这样的个股来看 事实上是在这一根开低 12月12号这根开低的时候 当他破平台的时候 你就应该砍了 那你得到这个位置 你看马上再开低 他就接近100块钱关卡 那从那个地方万一他只要稍稍反弹 谈谈不要谈多了 谈一成就好 我建议你砍掉我就被你骂死了 但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事情 为什么要做这些吃力不桃的事情 我个人你要骂没有差啦 反正我也听不到啊 对不对 但是重点是 我不希望你有一档个股是造成重伤的 反正该处理就把它处理掉 对不对 然后很多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个股 我就不一一去做细说 那只是简单提醒大家 就是说有一些弱势的股票 比较差的股票 能够处理就尽早处理 不要拖到没办法处理 再来问我 我也那个时候怎么建议 都不会是一个好的建议 这个部分就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好但是同样的过程 我要再回到这个地方 再跟大家强调一次 它不是一个倒撞反转 再讲一次 即便礼拜一开盘 因为如果以台子齐跌44点 合理来讲是 以那个位置来看 因为它是11919 如果我们把那个价差 把它当做收敛的话 它不是一定会开大跌 不一定会开很深 但是如果开低的话 反正你就把它当做是一个 拉回找买点的时间点 拉回找买点的时间点 就像我们之前谈到的 拉回找 你就当然等那个 拉回快结束的时候 你去认为 你去针对 你认为可以做的股票 来找买点操作 那我这个地方举几档例子 我认为还不错的 包括了6271的同心店 好 那同心店的部分是 12月2号 就这个月开始之后 投信都站在买方 那不是说我们 独厚投信的股票 是说 现在外资都买那个 星光金富邦金 我没有说那些股票不好 但是我想你会做那些 股票的投资朋友 你大概不会 不会受行情影响 大概你也不会看投股节目 所以我是觉得 就不用花太多时间 讲那些个股 那比较中小型的股票 标准的 比如说像同心店 同心店之前我们谈过 事实上这两个股 我们也做过 这个董事长是陈泰明 不论你对于他的评价是什么 我个人 对 反正不好说了 反正就是 就是当然市场对于老一辈的 那天比较有趣的是 刚好跟同业在聊天 就是老一辈的 其实都不太会喜欢做他的股票 因为 那个 就是有经历过他股价在十几块的时候 我也经历过 但是这通常就是对于这公司 就是啊就这样 但是毕竟他不是被动元件 好那你要去思考的问题是 如果不是有这个发展的机会 你不得不承认就是 人家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老板 好那如果没有商机没有机会 他为什么自己要跳进来企业 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的 就是你看他是可以控制的哦 他不只是董事长嘛 就是他个人持有6%的股权嘛 然后你说凯美的翁启胜 凯美的翁启胜 听谁的 凯美是谁的 凯美啊 凯美大家可能 呃不太熟啦 但是这家原本公司叫做智宝 然后并了5317的凯美 然后用5317凯美的名字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 好所以你看这家公司大股东是谁 国聚 然后国新 这个这个就是就一样嘛 就是那一家的嘛 就是国聚集团的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回归正题啦 我认为陈泰明董事长在这个时候进来接 他在今年8月 今年6月董建改选的时候接的嘛 那简单来讲就是 如果没有契机 他为什么自己要跳进来 这个部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的 那的确从11月份营收7.02 月增0.23 年增10.3%来看 他其实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差 好就是说 我们回到这个 同心店的部分 同心店的部分 营收的代 营收的家 你看他 他其实 大概一个 等于是说 相隔了 10月份的营收是相隔一年嘛 他重新回到 回到7亿元以上嘛 但这个时候 他有新的一个成长动能 所以我是觉得 他有他的 利基点存在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CIS嘛 CIS影像感测器 因为影像感测器 最近其实很凶啦 包括 这个也是嘛 这个股价 给大家看一下 3030的金像光 他的股价是 这个实际上是拉出第一根嘛 然后 还有一档是 6668的中阳光 这个 看起来是光学 对不对 但是不是 他是影像感测器 所以你看到这个部分的 股价走势 这个都最近走势 他明显比较强 但是因为这些股票 法人琢磨不深 所以我们还是 回归到 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 你就技术面来看 你如果问我 我去考量 法人的角度来看 我会买哪一档 我会买中阳光 但是 我们带会员朋友 希望说能够 尽量稳定 所以我 我会觉得 同心店会是一个 比较好的选择 所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当初12月2号起 他的成本在哪边 135 139 142 140 140 大概就是135 到140块钱之间 大概是这样 那明年的5G CIS封测 明年看好 所以我是觉得说 股价在突破 前波高点之后 流上引线震荡 但是你要去思考的问题是 过去两天 台北股市表现不算好 所以你就指数来看 涨了200多点 没有错 但是 我们刚刚讲的 跌的股票比涨的股票多 而且这是中小型股票 所以某种程度上面 它是属于相对抗跌 这样的概念 那反而又在买 所以反而没有走 那我是觉得 还可以 大家可以去做观察 那另外一档个股 应该是我们 在12月6号 当时跟大家谈到的 3260的威钢 你还记不记得 在上个礼拜 这个应该是礼拜 6 礼拜12月7号的节目里面 讲的 我说接下来一个礼拜 都是多方时间 那有没有符合 我们跟大家所谈到的概念 基本上是这样子 这礼拜五天 12345 每天开始 它都是多方时间 没有错 所以我就讲了 就是说 大家或许会觉得 这个东西很简单 但是简单的东西 如果你把它弄得好的话 你大概没有想过 KD指标可以算时间吧 对不对 实际上就是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逻辑到这里之后 当然我们要 我们要跟着去做调整 123456789 告假 好 所以合理来讲 这两个股 我不建议大家 再去做追加的动作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礼拜一在这里 礼拜二在这里 礼拜二就上来了 礼拜三 对不对 它就是从礼拜二开始 它是每天的低点 都在网上做电高 那每天低点 都在网上做电高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如果你没有 每天都创高 你的指标 就会开始下修 所以 我认为这档个股是好的 它打回来 我觉得是可以买的 但是 它涨了一个礼拜 接下来就不是你的买点 你要等它有回来的时候 我觉得才会是一个 比较好切入的时间点 简单讲 就是从这天开始 就从礼拜二开始 所以礼拜一 礼拜二 它如果64块半没有再过 或者说你如果要做 你就做到礼拜二的短线操作 接下来没有过高 你就一定要放了 因为它股价会打回来 所以这个部分就 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然后呢 我简单稍微谈一下 我们会员手上的持股 5457的宣德 宣德的股价 在压回嘛 礼拜五的时候 跌的幅度比较深嘛 对啊大家就讲说 老师啊 谁叫你摆出 对吧 赞20块你又摆出 这样子讲啦 有时候这种东西就是要取舍 我记得有一次 我跟我的会员朋友讲说 看你要不要牺牲一点获利来换 更长远的 更大的获利 他当时跟我讲说 他听不懂什么意思 简单来讲 就是我可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出 可以嘛 对不对 反正赚20块嘛 随便卖都是赚钱的嘛 但是我不确定这里涨完了没有 那 什么意思 就是你一定要等到 股价有回挡做修正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这个地方 是短线的高点嘛 所以叫做牺牲一点获利 去 换更大的获利 你说老师 对啊 你看20块钱还不出 我这样子问大家啦 同一个技术面 你这里会不会出 11月29号 一定出的啊 为什么你买71块啊 那一天起到 这天起到多少 这天起到 81.9嘛 对不对 然后81.9 隔天打回来到76块2 正常人都会出啦 正常人都会出啦 但那个时候 他没有说 他没有告诉你说 这个地方是高点 老师妹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所以 以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当时抱得住 后面才有这一段 那来到这个位置 是不是代表说 这个地方是高点 这个不好说啦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他会开始做修正 我会看他修正的状况 所以你如果没有的 你就不要再跳了 因为会有危险 因为我可能你跳进来 我就出去啦 然后 这个部分是这样 123456789 到这儿嘛 一缸 两缸 三缸 四缸 到拜喜 进前 除非他有出现 类似礼拜五那种长黑 要不然 这个地方会平 你知道吗 这个地方会走平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会走平 走平就是 各名本事的嘛 会上会下都有可能 对不对 那这个我们看看啦 反正 完全不对 就读读的 就这样啊 完全就是这样啊 对啊 然后 还有什么 我看一下 呃 旺系 好 旺系也是 创新高之后的拉回 好 这一样的问题嘛 老师 为什么84块1不出 因为你不知道 84块1是不是高点啊 所以你说 这个明显转弱没有 123456789 到这里 好 下个礼拜一看看 如果没有谈的话 呃 可能就要先走 好 因为这个 这个技术面就跟我们刚刚所谈到的宣德 比较不一样 好 一样是走这样的形态 但是 你只要没有强攻 他就会掉下去 好 大概是这样看 除非 除非你要报九天之后啦 好 就是你如果要 想说你要凹大概九天的整理行情 也OK 也OK 好 他只要没有明显转弱 我觉得都可以报 但是 大概的逻辑 是这样子 然后 还有一档是什么 还有一档是那个 九元嘛 这个是44块2买的 然后股价创高 所以股价其实就比较强一点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两股票比较稳一点 三四五六七八九 高加 所以礼拜一一天 那礼拜二 他就会开始慢慢起来了嘛 那起来的时候 一样 你就看礼拜一 礼拜二有没有攻 如果没有攻 可以出也 就也可以出啦 简单来讲也可以出啦 这个部分就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那还是回归到我们一开始跟大家所谈到的重点 就是说 基本上这个行情 过关大家都很兴奋 但是 实际上我们看盘面 好像不是这样 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 所以 原则上 我是认为 可以的话 先做获利出场 就是一些 他开始没有要发动公司的股票 先做获利出场 然后 有回来 好的股票 我们再进场去做切入 这个部分 大致上是这样子 但 重点就是 大家稍微想一下 因为剩下年 到年底就剩下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 这半个月 这整个十二月 或者说过去这一两个月 如果你操作不是很顺利的 那你是不是要换一个 思考的一个方式 我想 老实讲 大家都知道投资 怎么说 就是有些人 你看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 我们 我们 就业之后 其实有时候如果下午 晚上有时间 都还是会投资自己这些东西 比如说学英文 学一些职场上面用的东西 但是 大家就没有这个观念 就是说 其实你在投资的股票的领域当中 其实有时候也是要付出一点学费 那 你学到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保障你以后 操作起来 你会比较有感觉 对不对 那 就是大家花钱去学英文 学 比如说学电脑 学英文之类的 大家肯花 但是投资 却不肯花 如果你能够补得回来 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好 没有什么好 觉得舍不得的 那 就这种 这种方式也提供给大家来 来做一个思考 当然我们不勉强 那如果说你有持股上面的问题 或者说是 你想要跟着我们操作的 你都可以透过加入台股最前线Lite 来跟夏老师的小编来做一个联系 加入的方式 你可以输入我们Lite 小鼠 NA263i 或者是扫描画面当中 你所看到的QR Code 都可以加入到台股最前线Lite的一个好友家族里面 当然如果说你不会 操作 不会加或者不想加的投资朋友 你也可以直接拨到我们的服务电话 02-8101-0630 02-8101-0630 那最后提醒大家 现阶段在名额有限 到什么时候不确定 反正就是这个时候加入的话 会主动升级成特别会员 那如果说投资朋友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透过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种方式 来跟我们的服务员来做询问 那以上就是今天12月15号的台股最前线